s 檔 pdf 檔之类 如果你有一个向量的logo 我这边可能就选logo 基本上像这种档案都可以直接用 illustrate 直接做修改 所以如果你觉得 logo你要改一下 你就 可以用这个方法改一下 跟刚刚一样 你要注意它放进去以后 你可能要改它的大小 你必须切到 白色箭头 然后自己去拉 再来你可能如果你要编辑 你可以用编辑 使使用illustrate 使用指令去修改 illustrate 他应该会开illustrate吧 有 确定 illustrate就打开来 那也许 新增一个图层 新增一个黑色solid 然后把它上下颠倒一下 看有什么东西要改 其实我也不知道要改 其实我也不知道要改什么 那如果说可能 嗯 换一条线好了 也不知道要干嘛 换一条线 这个线 一个pt有点少 三个pt好了 好这个 底层的这一块 应该可以 删掉 应该还在 Ctrl Y看一下 OK还在 那我这边呢 可以把档案就 嗯 另存 新档 另存新档 然后这边呢 又要存EPS 原来是EPS illustrate EPS 所以这样点选 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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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东西应该不用抓图了 还无聊 好再回到 Indian在这里 哎 只剩白线 真的假的 拉过来 哦 原来是这样子 变大了 所以你可能要再调一下 那可能你可以加一点效果 那这个 你可以 点到以后 你去找 像它的物件 可能有效果可以选 可能有像外光晕 我们来试试看 外光晕 这边效果绝对不会像一般的软体那么多啦 所以 呃 你如果真的要做什么特效 你可以再Ellustrate啊 在Photoshop做完 再丢回来 呃 稍微微微的光晕 稍微微微的光晕 雜讯展开大小 这太难看了 展开 嗯 真的不能照太多 一点点就好了 一点点 好 这边再把它给 锁起来 再新增一个图层 再使用文字工具 拖拉出一个文字框 把 文字的字体 好 这文字有点小 把它给放大一些 24点好了 字的字体 我想想看哈 好 真的有点少 好吧 那我就随便选个字体好了 好吧 随便选这一类的字体 字体的大小 字的颜色先把它做个调整 它目前是黑色的字 把它改成白色的字 这个字很诡异 这个字太正式了 好吧 这个还蛮适合到内文的 因为这上面的字体其实是很正式的 下面这个看起来比较没有 比较中性一点 适合到内文 再来呢 我把这个框呢 稍微 调一下 我们可以调一下 它的 稍微调一下 好 再来呢 刚刚一样 就是这个东西 还是一样要 就是先储存吧 对不对 在这边有一个是 Poster Final 再加上Demo DemoPoster 好 再来呢 你要把它给封装 跟刚刚一样 就是如果你有字体 你要用这个方法去封装 封装的话 好处就是 对方如果印刷厂要帮你 他突然发现你有问题 他还可以帮你做调校 封装 这边有个封装的 资料夹 就把它封装起来 确定 再来是字呢 你可能要把它给转外框 所以你可以点选字 再转外框 其实你可以直接按快速键 Ctrl Shuffle 这边还是一样 就 解决外框 再存另外一个档案 解决外框完以后 这个档案 就换另外一个名字 另存新档 在最后就是做一个 Adobe PDF预设计的一个转档 转一个PDF过去 因为其实现在很多人都 都喜欢拿这个PDF档 直接去印 这边可以选高频值列印 然后再存档 这就可以了 那其实这边会跟你讲 像刚刚那个图片 如果解析度不够的话 他会帮你用 把Cubic的方法去演算到 一个硬区 三百个像素 所以其实刚刚那张图不够大 他是会帮你做处理的 而如果你担心 他处理的不够好 也可以在Photoshop里面 直接先把图片印放大 再丢过来 其实也是可以的 这个档案应该已经出去了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Post 这边应该有最后的档案在这里 所以这个就是最后的海报档 所以你 这种东西就可以早点做了 不用拖到最后再做 因为海报其实说真的还蛮简单的 可以吗 好来 试一下吧 谢谢大家